屌尼老母大家好 歡迎大家 很久沒發出影片 如果有留意我這個Instagram的人 正常沒有人留意 我出了一個Po 我很久沒在Instagram出Post 出Post的內容就是講片案 本來我想在YouTube的文章裡說 但因為 其實我這段影片已經講了 你喜歡看文字版的 不可能講得詳細一點 還有很多粗口 反正就是 YouTube的照片會再小一點 看不完整個畫面 其實這個也看不完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他不做到一些東西 容許看得完整張照片 那個尺寸 即是一定要用 4-3,16-9的尺寸 現在是正方形的尺寸 其實很噁心 不過不是重點 再講這個Telegram騙案 以前如果是看片案 你會發現其實他講的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不知道什麼加8-7 電話號碼的 電話號碼的 你會不會覺得不知道 即是 隨便有彈的那些 什麼東西 死定了 如果不是可以找 那些騙我 電話號碼 大家要小心 因為現在 開始應該都很普遍 我應該算是比較持續 不過也不要緊 照樣提醒大家 首先 你會看到 首先 你會用到Telegram 今天有些認證 有些詳細 那些 發流也會鋪給你 很不爭 用一次的東西 你看 有條連結 亦有一個Telegram code 你可以打回認證 你看到我當年 其實是一百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 用Telegram 有一個訊息 寄訊息 寄訊息 你以為是那個電話號碼 寄訊息 應該是那個人 應該沒有死錯人 問題是 去到二零年 有時候還要按一下 現在 很久沒玩 但突然就寄訊息 早幾天 即是七月幾日 就說 因為違反Telegram 使用政策 就需要驗證 現在就好一點了 因為 如果以前那些人 如果那些騙案 看看 有沒有什麼好一點 例如 你一看 簡體字 那條連結奇怪怪的 甚至 可能 現在已經進化了 以前那些電話號碼 不知道什麼 你一看 不是原本的 你也知道 例如 例如 恆生 恆生 那 恆生 一定是 然後 另一個人傳說 是恆生 那你當然不相信 現在不是 現在一來 你正在用舊那個 即是他傳過 SMS給你的記錄 即是 比較難查證 或者你應該正常地 相信了 而不去查證 但 反而竟然會出事 因為 其實我一看 我沒有中招 首先要澄清 我沒有中招 然後 違反Telegram 使用政策 24小時要驗證 否則會註消帳戶 看見時 會嚇一嚇一嚇一嚇 但這個時候 我第一時間 反而來想 就是 很離奇 很奇怪的事情 即 仔細的 你看看這個 我到底想說什麼 或者奉勸大家什麼 但我口語版 有一點點 焦點不同 結果 就 上網查一下 你發現 查查很多東西 例如 你打了什麼 遺憾 他不使用政策 CMS 或者打他 那些 古靈精怪 那些 如果上連登 你也可能看到 看看連登鋪 會有什麼 例如 有一兩位朋友中課 大家推給大家知道 如果有看連登 高燈 可能都知道 那些 具體的 玩法 就不仔細說 但反正 你看到這些 簡體字 又不知道什麼 有什麼 很多人都說 甚至是英文都有 不仔細說 反正就是 釣魚網站 那些 就困狗 騙你 總之就是騙案 騙案現在很猖狂 大家小心點 亂世之中 不知道有很多 騙案 很狠 甚至大陸網 也有做出 幫人 疏理 有什麼 詐騙方式 有興趣就看看 反正就是 Vocation Code 然後又不知道 什麼什麼 什麼 這些 冒充官方帳號 如果有一個連結 中伏 有很多不同的連結 看起來也很像 好像很棒 那時候 我收到訊息的時候 我發現 有一點不夠 新日貼方 還沒睡醒的緣故 不過我個人也叫做 有些 你總之 覺得一些 奇怪怪怪 有些什麼奇怪 你就看字 我就不說了 所以有些奇怪怪怪 你就停一停 想一想 你上網搜尋一下 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多數人有中過 就會上網 我一轉頭都會 但是這個 其實最奇怪 你看著 telegram-hk.com 但是那時候 我沒有來 還沒睡醒 我現在睡醒了 我現在看回發現 有很多人不夠的 telegram-hk.com 就是穿糙的 是g-a-r-m 不是g-r-a-m 整式是g-r-a-m 首先提醒大家 不要理會他 什麼電話傳過來 總之看到一些行為 不對勁的 你一定要double confirm with 那些人 或者在網上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甚至說 他既然可以冒充你 telegram官方的話 其實他要冒充你 任何一個朋友 其實都有可能 或者冒充你 老爸老母 公司 警察 海關 公安 什麼都可以 千萬不要不理會下答 打電話來也有可能會中招 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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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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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中策 那些就沒得搞啦 那些... 都說現在最忠實是用了別人 以赤SMS History 弄了 弄了出來就好像不是假 但其實是假的 都說簡體字一望我知錯 但你一煩看字就沒那麼疑 我一種煩看字就很害怕 那說到這裏呢 我就順便提多一點點 先搜尋一下 等下叫什麼 看看 心... ... 技術 騙鑼 最近留意新聞發現是有說這件事的 咦?兩天前 找些... 是不是他呢? 我忘了 現在他開始就... 頭五個月中就有1.5萬宗騙浪 佔整體罪我44% 都非常高的 比去年同期大增58% 攝不斷很多 屌你老母 你摺錄的 文匯 我看到這個... 有圖有真相 都不是很大 有片都不一定有真相 因為有類的 一講AI 之前也講過AI AI有好又不好 我覺得不好多 但除了AI取代人工之外 還有這個 人工智能滿面滿身的心藝技術 這個詐騙就開始全球蔓延了 開始好多了 雖然技術成本問題 就未成為主要類型 但如果他種起來也很嚴重 不過我沒有錢被人困就不怕了 但現在最主要是說 心藝技術非常恐怖 可以完全... 實在像到你很難相信 尤其是你平時上班 或者有很多工作 你忘開個人突然失神 突然不清醒 突然呆了呆了 就很容易中招 這個Deep Fake 就模仿別人的 面目特徵的聲音 簡單來說 他可以做一段影片出來 裝被綁架的那些 又裝得很像 聲音又一樣 但又一模一樣的那些 就很多 即是說 什麼 斬眼視線變化 那些 破綻... 老實說 你要去什麼的話 有什麼事情 除了報警 我也想不到做什麼 有什麼 什麼 放手指上去的那些 那些 破了他旅鏡的那些 不知道 這些可以仔細找一下 但反正 就是 現在 這個 AR科技很厲害 現在真的 防不勝防 現在的 片岸 其實我叫大家 小心點 也沒用的 嚴格來說 應該不是小心點 是注意一下 或者 我 聽過人有說 其實叫你小心 是沒用的 即是 提醒大家 看到不對勁的事情 都一定 真的 停一停 想一想 即是 如果你說 反正這段影片 如果說騙案來說 那個狼狼 就差不多 希望大家 知道有這個 騙案的 手法高明的地方 有這麼厲害 就 會可以 再 更加去留意 防範這件事 也希望大家 不會再成為 下一個騙案 的 受害者 那 一段影片就是這麼多